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的事 走得很安详 家人都在身旁 早上有点不舒服 太太打了999 送医院 两个小时之后就走了 李立池导演发文悼念楚源 感谢楚源对后辈的关照 永远怀念楚源书 王精导演分享与楚源的合照 称楚源是自己的导师 两人在邵氏工作时经常在一起交流 王精在他身上学了一辈子够用的东西 田启文21日深夜受访表示 楚源是21日中午走的 很安详 郑秀文深夜发文悼念 透露出道之初与楚源合作 深受楚源的鼓舞与爱护 最难能可贵的是 楚源和演员妻子南红 相爱相伴半个世纪 实现了白头偕老 儿孙满堂的诺言 愿楚源导演一路走好 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楚源的经历可以说非常符合这句词 他早年怀才无欲 后又逆风翻盘 走上视野巅峰 如今年迈苍老 回顾往事 他淡然一笑 紧握身边妻子的手说道 有其如此 苍老一性 楚源 1934年生人 22岁投身粤语电影编剧和导演的工作 可直到粤语长篇衰落 已经拍摄了70多部粤语电影的他 还在积累阶段 始终拿不出一部宫洞影坛的电影 而那时的粤语电影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70年代 粤语电影 粤语歌曲 再次开始慢慢流行 38岁的他另辟蹊径 用一部出具个人风格的电影《爱奴》 上整个香港影坛为之侧目 不过这部电影主要剩在题材上 大家对他的个人风格还是没有多留意 但总算是惊鸿一点 而真正让他迎来自己甜蜜人生的 是1973年由他自编自导的C12家房客 这部影片以讽刺当时的社会为题材 成功打破了香港开部以来的最高票房记录 令他名声大噪 人人追捧 而且老板立刻跟他说工资加十倍 那一年他成了邵氏最幸福的导演 作为香港商业电影的标杆 越与流行文化弄潮而理的佼佼者 他深受影迷和年轻一代的尊敬 而这才算是开始 1976年 他改编古龙小说拍的《流星蝴蝶剑》 正式发展并确立了奇情武侠的个人风格 在这部剧之前 稳坐该领域第一宝座的是张彻 儿子该剧出现之后 他的奇情武侠和张彻的杨刚武侠 并立香港武侠电影市场 确立了个人风格之后 楚源陆续改编古龙的若干部小说 后续狄龙耳东生的家属 为新花怒马的少年江湖锦上添花 在当时楚源、古龙、尼龙的组合 基本是票房的保证 铁定不会亏钱 从1976年到1981年 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每年最少四部 到了1980年 随着以徐克为代表的新浪潮导演 陆续在香港影坛崛起 新浪潮电影面前 此前所有的香港电影几乎全部被碾压 楚源的齐情武侠也逐渐被观众抛弃 往后几年 他的几部充满了想象力的电影 也相继不接 于是他就想再拍天龙八部 打个翻身仗 当时他已经准备好要开机 但高丛直接当众将他的开机通告撕掉 并严厉地质问他 谁让你拍天龙八部的 亏本了你赔得起吗 甚至还放言 楚源你根本不会拍电影 那一年 楚源成了少时最难堪的导演 自此他慢慢地淡出导演的行列 开始以演员的身份 客串各个电影 其中比较有名的 就是警察故事里的反派朱涛 常听人吹嘘自己或朋友的经历 会说这样一句话 从云端直接跌进云泥里 或者看到楚源的经历前 这句话更像是个形容词 但看完楚源的人生之后 这句话才表现得如此真实 2018年 已经84岁 从一六十多年的楚源 终于拿到了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在颁奖典礼上 他说出的获奖词 融入了他一生的豁达 在武侠电影上 颇有建树的他 自己更是早就 融入了武侠之中 成为荧幕上的江湖儿女 开头第一句 他就保持着谦虚 成将一个终身成就奖 给一个终身没有什么成就的楚源 自己还是想说一句 受之有愧 但其实回首 他的导演生涯 或终身成就奖 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常遍人情冷暖之后 他可以坦然地说出 管他天下万千事 闲来星象 两三生这番说辞 除了事业上的心态之外 他说给妻子的话 朴实 真诚 又令人感动 让在场的演员无不动容 携手五十多年的爱情 只安静地站在那里 就胜过了万千的言语 他说我们结婚五十一年了 我相信缘分 爱情 婚姻 朋友 都不可强求 我思想方面很浪漫 但亦是个普通人 不拘小节 男红也是这样 我喜欢男红 正是因为他够普通 不追求物质多好 言语间未提及甜蜜 却又死到处都是甜蜜 男红原名苏淑梅 1935年在广东顺德出生 由于小的时候 家里比较贫困 为了维持家中生活 他十几岁就出门工作了 对父母非常孝顺 1949年 他随家人一块搬到香港 在妈妈的朋友的介绍下 从事乐剧名龄 红线女学习戏曲 后来加入职业乐剧团 后来做临时演员的时候 在张国雄的介绍下 认识了正在做编剧的楚源 有时候工作不大忙 演员们通常会在下午两点 到公司坐在一块喝茶聊天 大家离开之后 总是只剩下男红和楚源两个人 他们会一起去看戏 就像是达成了默契那般 回顾双方的感情 似乎从来都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特别惊心动魄的事情 从看戏 吃饭 到约会 转眼就交往了九年的时间 提到这里的时候 男红眼中浮现着幸福 笑着说 交往九年多 两人连手都没有牵过 楚源始终保持着君子之节 真正做到发乎情 只乎理 有时他还会疑惑双方 是否真的拍脱了 但是看到身边儒雅随和的男友之后 这个念头就消失了 而楚源也会竭尽所能地 完成他的种种心愿 男红在很小的时候 就向往浪漫的爱情故事 希望以后自己的王子 能够给自己一场浪漫的求婚和订婚仪式 交往多年之后 他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 说到自己小时候的这个想法 不过彼时的他已经长大了 说来也只是觉得 自己年少时的天真感到有趣罢了 谁知没过多久 楚源就召集了一众亲友 为他举办了一场难忘的订婚仪式 为了更具有纪念意义 他还特地将时间选在了平安夜 在父母和朋友的见证下 他完成了对彼此的承诺 后来两神如愿 部署了婚姻殿堂 再一次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 21世纪之后 男红就渐渐地退出了演艺圈 几乎没有新的作品出现 将重心放在了生活当中 没有了工作之后 他培养了很多兴趣爱好 谭古征 学国画等等 生活的幸福有充实 而男红隐退之后 年纪上涨的楚源 也逐渐少有露面 只在2014年 被媒体拍到出街照片 看上去相当的沧桑 一时间流言四起 甚至有记者称 楚源之所以这样 是得了脑退化症 并且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对此男红第一时间出面回应道 丈夫只是精神不太好 出门没有化妆 所以看上去状态不好 此后他更是身居减出 那几年之后 在一次活动后的采访中 当记者再次提及 楚源的身体状况时 男红大方地承认着 他现在上了年纪了 脑子也不如以前灵活了 不过好在身体的状况 还算是不错 此话一出 便是证实了此前的谣言 并不是空穴来风 据悉有段时间 男红发现 楚源的反应变得有些慢 性格也比从前急躁了许多 一开始他并未在意 但后来却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好 就将楚源带到了医院检查 这一检查 才发现楚源有了脑部退化的现象 不过好在只是初期 并不算严重 可以吃药控制 所以后来楚源 也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而是在家休养 整天在家练习书法 有时候还会学习太极 对脑部进行刺激复健 据圈内朋友所说 自从生病之后 他的身体大不熟从前 生活几句都需要人照顾 为了照顾丈夫 男红解决生活中的应酬 全天陪在丈夫身边 楚源喜欢吃云吞 他就每天下厨房 亲自送给丈夫吃 又按照医生的嘱咐 并时提醒丈夫吃饭 不仅如此 在楚源去看病时 他也是寸步不离 随着丈夫前往精神外科 好在后来 楚源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 2018年参加肩相讲时 他精神抖走的模样 看得出精神上家 生活相当地瞬间如意 后来接受采访时 男红再次提及 夫妻俩的情况 说待在家里的时候 楚源很爱看电视 有时候也会出门走走 看看附近的风景 精神很好 丈夫身体好转之后 男红又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过面对演出的邀请 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在他看来 演出需要大量的练习 后背的时间会比较多 而且到处奔波 会没有时间照顾丈夫 说到这里 或许会有人感到疑惑 难道他们的孩子 不照顾他们吗 其实他们两人 都是坚定的丁克主义 所以并没有子女 在很多的婚姻里 往往到最后 都是由孩子来维系婚姻关系 但在楚源和男红这里 他们的感情足够坚韧 根本不需要除了爱之外的东西来维系 不可谓不上人羡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